期待已久的iPhone 12拆解视频 它来了 话不多说 直接将手机拆封 外观类似iPhone 4的直角设计 包装盒内只有一条数据线 苹果美其名曰是为了环保 其实就是让你自掏腰包 去购买耳机和快充头 开机之后 我们将手机激活 想想需要20万 还是算了 我们直接拆机吧 拆下尾插螺丝 加热一下屏幕 使用专用工具 将屏幕与机壳拉开一个缝隙 然后沿四周滑动 拆开屏幕 iPhone 12的主板被设计在了左边 所以屏幕的打开方式是向左的 我们继续拆下屏幕挡板 将整个屏幕取下来 iPhone 12前夕采用了柔性屏幕 相比iPhone 11的屏幕 更轻 更薄 但是也更贵 我们继续拆下后置摄像头模组 相比iPhone 11的后置摄像头 体积和形状都差不多 只是排线布局有所改变 我们继续拆下SIM卡卡座 与iPhone 11一样采用独立卡座设计 我们将最重要的主板拆出来 主板采用了L型的E型设计 同样采用上下层贴合 相比iPhone 11的主板还要大了许多 继续拆下扬声器 相比iPhone 11体积还是要小一些的 拆下振动马达 同样比11的马达要小许多 拆下前置与人脸识别模组 这个组件从iPhone X到现在 基本没变过样 我们继续拆下电池 电池的容量仅为2815毫安 相比11的3110毫安 缩小了将近10% 拆下尾插排线 拆下闪光灯排线 12的闪光灯排线被独立设计 之前都是集成在开机排线上的 继续拆下WiFi和GPS天线 静音键 开机键和无线充电 被设计在了一条排线上 最后我们将它一起拆下来 无线充电环下面 粘了一圈磁铁 应该是为了配合 新款的无线充电器而设计的 最后给大家来一个 iPhone 12的全家福 下期视频我们将 iPhone 12的双重主板分层 看它的内部结构 与iPhone 11有什么区别 6000多买台64G的iPhone 12 你确定不等等 华为的Mate 40吗 皮皮虾 皮这一下很开心 对不起 还是